大家晚上好感谢大家收看go max的网课 今天呢我们就是给大家带着讲一下基金和etf 因为很多朋友呢最近也是从网上看到了一些关于基金的事情啊 包括传说是基金爆仓啊 那其实来讲的话基金爆仓的可能性比较低 一般100只基金里面的可能最终啊 会有一支有可能爆仓啊 那其实也是因为产品的标的物和我们传统所理解的一些产品标的物不太一样啊 例如咱们澳洲有一个石油基金叫oo 那三个欧的这支基金的表现就非常差啊 如果说是他呃在疫情期间啊石油价格大跌之后呢 他的股价呢啊我们etf啊或者说是买的基金的这个产品价格随着疫情恢复 那么石油后来价格也一直一路涨到七十八十美金甚至更高 那他的这个基金价格呢并没有上涨 所以说呢基金他的标的物呢 有的时候即使是买了石油 但是呢作为石油基金他股价可能啊基金价格可能一直依旧是亏损的 我们这家公司呢基金公司啊业绩就非常的差 所以说基金产品需要我们去了解 一个是了解他的基金经理交易策略 另外呢也是要了解他的标的物大概组成成分 我们今天呢不可能讲的太深入啊 所以说只是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些啊欧美啊 或者主要是以美国为主 还有咱们澳洲啊主要的一些啊基金 那么还是以美国为主 因为这几年呢美国的经济还是在全球表现算是比较顶先的 不错 那么并且未来如果是呃不管是加息周期结束了之后 以及呢在过去加息周期中美国的企业的表现或二级市场的表现都是优于澳洲优于中国的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依旧会优先选择美国的基金 那么在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做一些风险提示啊 我们整个的研讨会呢都是基于分析师的个人经验或者独立分析啊 表达的观点呢也是代表个人 那么作为公司来讲并没有代表购买市的立场或观点啊 所以说这个课程呢是仅具有一般性的 那并没有考虑到咱们个人的投资啊财务啊啊 以及其他的相应需求 那么公司啊本身呢都是老牌券商了 所以说呢大家也比较熟悉 这里就不过多的介绍啊 这些PPC呢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那么在基金的历史上呢 我们其实有很多可以讲的故事啊 在最近的一次最大的亏损呢 是来自Bill Wang是一位韩国人 他呢不声不响的做基金从几百万 做到最后的管理规模呢是几百亿 那么最大加了五倍刚刚之后呢 他的头寸呢是达到了1600亿美金 是非常巨大的一家基金 但是呢在短短的三天时间内他就爆汤了 整个的过去的通过几年啊 七八年是更久的时间的积累 那么到最后三天就爆汤了 亏了几百亿 这个案件呢在21年的时候呢 是非常出名的啊 一路导致了当时的中概股股价暴跌 因为他是做多中概股 那么最后加仓加杠杆 不停的去滚滚到1000多亿美金 那么当他被强平的时候呢就形成了多米露骨牌的这种倒塌效应 包括当年马斯克啊他把自己的股权去质押 那么一旦马斯克的这个特斯拉公司的股价跌到了90美金以下 马斯克就会面临被强平的一些风险 所以呢加杠杆持仓 我们做杠杆交易的都知道 一旦触发了保证金的比例 那么就需要追加保证金 或者可能会引发强平 所以他在过去呢 包括持有了大量的一些中概股 像腾讯音乐啊 唯品会啊 跟谁学啊 百度啊 那么大量埋入了之后呢 用了一些跟银行进行了一些利益互换 或者是咱们可以理解为啊 用了很多的类似于safety合约这种形式 或者说是签了很多的合同 那么这些啊 收益互换的一些合同呢 他就不需要把自己的头寸呢 抛到这个二级市场上 让市场上知道 所以说当他崩盘的时候呢 很多人是很吃惊的啊 几个银行呢 亏了很多的钱 像瑞信呢 是面临高达55亿美元的损失 就是因为他们借钱给这个 Bill Wong 但是呢 没有做好风控啊 借了很多钱给他 让他去加杠杆 去做交易 但是呢 最后 相平之后呢 瑞信也相当于是被汆烫了啊 没有办法去还钱 那么摩根三里呢 可能会好一点 大概是亏了9亿 野村呢 是亏了29亿 其中呢 最聪明的也是最 呃 有意思的就是高盛 他是在 一个Bill Wong 啊 爆仓之前 跑掉了 就是说 终止了合约 Bill Wong 把钱先给高盛了 就是高盛呢 亏的钱是最少的 但是瑞信呢 是最滞后的 亏的也是最多的 对股价的影响呢 也是导致了瑞信 整个银行啊 创下了年度最大跌幅 野村 股价呢 是暴跌了16% 创历史最大日跌幅 啊 所以说对银行业 或者说对证券业 整个金融上 一讲都是非常大的 那么在过去呢 也有非常出名的 像很多呃 数学家 还有教授 等等 以及一些博士啊 组成的一个叫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 那么他当年呢 也是呃 在1994年成立 然后呢 度过了金融危机 然后呢 加了杠杆 然后在这个98年 就崩溃了 那么他那个时候呢 也是辉煌了4到5年的时间 但是呢 在98年啊 遭遇了重大的损失 杠杆高达100倍 所以说呢 我们看到的这些呢 基因公司啊 大部分呢 都是没有用杠杆的 那么用杠杆的呢 他的增长规模啊 或者是速度回报非常高 可能在短短几年时间 他的规模呢 就从几百万美金 变成了几百亿上千亿的G5吧 那么长期资本呢 也是亏了43亿美金 啊 那就这 只有加杠杆之后 他的这个回报率啊 才会 扩大的很快 但是呢 同样 细小的黑天鹅事件啊 将这个政府违约啊 啊 以及呢 金融危机啊 这种突发性事件 并且呢 就是啊 出现重大波动 那么加了杠杆之后呢 他的风险呢 就会成几个倍数增长 那么反过来 因为他的体积很大啊 又进一步加重了 金融危机的爆发 所以说呢 所以说呢 在做金融投资 尤其是购买基金的时候呢 我们是有可能购买了一些 包括呃 中国银行当年发售的一些石油宝啊 这样的产品 理财产品 最后的也都是血本无归啊 完全爆仓爆掉了 一边这样都拿不回来 是有可能的啊 那么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案例 我就不一一举了 大家上网自己都能搜到 像我这里左边举的 随便就可以找到啊 几十亿美金啊 基金崩盘 被被象征性的花一美金 被其他公司 其他集团收购啊 都有 那么右边呢 就是我在开头说的 咱们澳大利亚可以交易的 三三个欧的这个基金 就是欧油啊 石油基金 那么我们看他的价格呢 从2014年那个时候呢 价格是50美金左右嘛 啊一路下跌 下跌到18年 然后呢 在2020年之后 疫情又一波下跌 你这个如果是咱们在 不管是在购卖宅 还是在哪个家店上买入的 啊石油期货也好 石油现货也好 或者石油类的股票 都不会预见这种情况 对吧 但是呢 你去买他的基金就非常惨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任何时间买 买进去都是亏钱的 到现在啊 石油价格 先今天还是70多美金 但是呢 他的价格呢 没有办法回到70以上了啊 可能只有5块钱 6块钱 啊 这个基金呢 价格啊 净值跌了90% 他的基金经理呢 在价格下跌 跌到马上要反弹的时候呢 他反向做对冲了 啊 他把空单开出来了 那么在他下跌了初期的不做空啊 结果在最低点开始做空 那当然他价格就是回不来了 两边锁仓了 对不对 还有一些其他的非常神奇的操作 所以说一家基金公司呢 他并不一定代表基金经理有多强大 而是因为呢 他在这个行业可能是因为拥有一定的资源 然后呢 他拿到这个牌照 然后去做相应的事情 但是如果最终的表现呢 巴菲特也打过赌嘛 90%的基金经理呢 是跑不赢大盘的 那么剩下的10%呢 可能也只有1%的 或者2%的比例 他才能跑赢大盘 这一类基金经理是非常稀有的 那对市场来讲的话 最后能够活下来10年以上的 20年以上的基金经理或者团队 是非常稀少的 那么整个在基金领域的话 我们其实对标的 就像刚刚提到的 最标的呢 就是这个指数 我们跟大盘相比 到底是跑赢还是跑输 那么整个基金市场里面 在2023年一整年 表现最好的呢 依旧是美国 是纳斯达克板块 因为AI技术的成熟 像很多个股 包括芯片类的 人工智能研发类的 像微软啊 英伟达这些公司的股价 上涨幅度都非常惊人 甚至翻了一倍两倍 三倍四倍五倍的都有 那么一年你投了一万块钱 可能到年底就是变成了五万 那么在去年年初的时候 2023年一月份 二月份的时候呢 我也用这个 XGPT给大家做了几节网课 那么当时的网课呢 就教大家怎么去用 当时我就用这个问 XGPT未来呢 半年或者一年的时间呢 你觉得哪个行业发展会更好 哪个行业的股价呢 会表现比其他行业要更有优势 并且举出一些案例 那么这个视频呢 当时也是上传在YouTube上 大家也去看啊 XGPT给出来的答案呢 就是最好啊 就是表现最好的可能是英伟达 那么我们去看一下啊 英伟达的股价 从去年一月份到现在 到底是涨了多少啊 那大家就可以看一下 我们是不是还需要 用到基金经理啊 那么英伟达呢 在现在的价格呢 是600多啊 因为今天美盘还没有开盘 那我们看一下日线图 它是从2022年底的 2022年最低啊 是114涨到了现在的 602啊 涨了500啊 我们就算100涨了500 都已经涨了五倍了 那我们在2023年的 12月份的时候 给大家做了这个网课 那个时候呢 已经有启动了 因为AI技术呢 已经开始这个话题 比较火热了 那么当时的价格呢 是在200美金啊 二月份的时候 那么现在呢 是600多美金 也是翻了三倍 你把钱呢 交给基金经理 或者说交给谁啊 我们回头看一下 我们还不如交给 你问一下他啊 当然买彩票是预设不了的 但是呢 你买这些股票呢 他会结合 他的这个人工智能的逻辑和数据啊 以及呢 目前的热点话题 给你大概的几个方向 那英伟达呢 就是他当时认为最好的 一直最值得去购买的啊 当然了 你说如果是未来谷歌 或者苹果 有没有可能 那也有可能 只是说呢 你结合这个参考啊 英伟达确实表现非常出色 也有很多YouTube上面 大家也能找到通过 ChattDBT去编程啊 去做一些投资策略的 胜率也都非常高啊 所以说金经理呢 在未来呢 他只是说起到一个 人为的宏观辅助作用啊 更多的来讲 我们现在呢 已经开始 要么是指数型的被动投资 要么就是用一些啊 量化啊 要么就是走这种 我们说人工智能的啊 让他们去学习 我们的策略 学习我们的思路 让我们的这种想法呢 引导AI 让他去帮我们筛选出来 最佳适合我们自己的投资标的 所以说呢 基金啊 这件事情本身呢 在未来的重要性会越来越弱啊 你找人投资 找顾问投资 还不如找ChattDBT啊 所以呢 今天我们大概过一下 除了那些主动型基因 还有哪些 它是基金本身就是一栏字的 这种FOF的形式 FOF啊 就是我们可能一万块钱投下去 投到了十家基金上面 那么这十家基金的本身啊 不是那种封闭式的 而是流通性的 那么这些呢 可能叫做行业板块啊 我们可能是看好一个行业 但我们没有时间去选择具体的公司啊 因为不太了解 或者没有时间 那么对于人工智能来讲 它也不可能了解 哪家公司的管理层是谁 什么样的性格 对不对 它顶多是能够通过宏观数据 分析出来这个行业的发展情况 和未来的预判 那么我们在这种时候 我们去选择一个行业 会比选择一只个股更容易 胜率也更高 成功率会更好一点 另外呢 风险也会更低 所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从这个第一个ETF来看的话 它是ELC啊 在GoMess软件下面都能看到 那么手机啊 或者是电脑 就在下面搜ELC 然后呢 敲回车啊 向电脑就敲一下回车 回车 然后就出来了 它现在是75块8毛7 那么这个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就是我们刚刚看到这个ETF 表现也非常不错 从59涨到了70多啊 这也是23年5月份半年的时间啊 23年5月份 因为再往前的数据呢 GoMess这个时候 当时还没有上线啊 可能更高 大家就去谷歌上面自己搜一搜历史 它的走势非常可观 它是代表什么呢 它里面有Facebook 有谷歌的母公司啊 然后呢 有这个美国的电信公司啊 像ATT啊 这个是美国的电信公司 相当于是Telstra 或者是Waterphone的这种感觉 还有这个T-Mobile啊 就是大家不管你是用人工智能 还是用什么 你总是要用WiFi的 对不对 你总是手机要联网 并且你用的网络呢 越来越大 原来可能5G 4G 咱们用的时候呢 可能是一个月几百兆 那么现在呢 一个月要几个G 甚至几十个G才够用 所以说对于通信商来讲 它是做服务的 好比说呢 我们知道了 有一座山上面有金矿 我们要去挖金矿 那在沿路 卖这个矿泉水的人 反而很赚钱 卖挖矿设备的 反而很赚钱 提供的Service 就是服务 或者是卖这个挖矿地图的 很赚钱 那么对于这些 无线通信服务商来讲 他们就扮演着这种角色 他们整个互联网行业 或者是工智能行业 甚至呢 我们做未来可能虚拟现实技术 商业化更普及的情况下呢 这些属于做基层 基础设施的 就是虚拟世界里面 技术设施建设的 这些公司 他们始终是会赚钱的 并且呢 会有成熟垄断的 这种巨头出现 那么也从它的股价上来看的话 它也是一路在稳定上涨 虽然涨幅呢 没有芯片股 或者人工智能自己的股份 股价涨得那么高 但是呢 它作为这一类领域的 流媒体 或者说是媒体公司 甚至有线电视互联网 服务等等 这些的服务性公司 做技术设施建设来讲 它的价格会是比较稳的 就像我们在二战之后 铁路公司的股价会非常稳 那么铁路运输 它的基建 建铁路的人 或者说是 我们后来有汽车 加铁汽车普遍了 我们高速公路的股票的股价很稳定 是一个道理 那么在对长期来讲的话 我觉得呢 XLC呢 是一个不错的 相对比较稳定的 也是一个有防守性的基金 或者说是ETF 大家是可以交易的 另外呢 就是通信服务的 还有这个XLP XLP呢 它应该是消费品 这个应该是打错了 消费品类的公司 那么对于消费品和个人家庭护理商品呢 这个大家也很熟悉 像沃尔玛 Costal 以及呢 保洁可口可乐 百事可乐等等这些 那么这一类呢 它也是 第一呢 抗通胀性 第二呢 它也是价格会比较稳健 我们看这个图就是 当股价下跌 或者市场不好的时候呢 大盘啊 是这个红色的 大盘是跌的更多的 但是蓝色呢 跌的更少 比如说 它很难跌20%以上 基本上呢 极限也就是跌20%了 但是大盘呢 是可能跌40%的 在08年 这个疫情呢 也是跌了20% 就最多的时候 可能会跌的更多 那么作为零售消费业来讲 它的股价呢 是必需品相当于 啊 比方说不管行情再好不好 或者说是在 啊 经济如何的情况下 我们都是要去买 比方高路节的牙膏啊 啊 都要 可能喝口可乐会少一点 但是我们也是要 去用保洁的商品呢 去摩尔玛购物的 啊 这些呢 属于刚需 所以说呢 它在市场不好的情况下呢 啊 回落的这个幅度呢 也不会太大啊 甚至是我们补仓 或者继续进场的一个机会 然后呢 我们在指数上来延伸的话 就是还有这个三倍标普指数的 这个呃 spxl 那么这个etf呢 大家也是都是可以做的 但是我个人觉得 呃 这个etf不如直接买标普号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啊 交易成本和这个灵活性 呃 标普指数会比他要好很多 虽然你的走势跟标普指数是一样的 他加了三倍的杠杆啊 但是呢 因为我们是cfd交易 对吧 所以我们 本来呢 就可以很轻松的加一下杠杆 我给大家看一下 他是呢 一直是在50 60 啊 然后呢 涨到了100 就是从2022年涨了一倍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2022年的标普500呢 那么价格 那么价格或者说成本对整个cfd来讲的话 指数长期持有的成本是很低的 大概加杠杆之后啊 融资成本一年也就在2.5%左右啊 不会很高 所以说呢 你买涨用cfd会更好一些 因为是24小时交易的 而etf呢 他都是跟着当地市场的交易时间去交易的 所以呢 我认为是不如买这个标普500的啊 走势是一样的 并且更灵活 那么除此之外呢 呃 还有一些啊 非常不错的行业 像这个能源 但是呢 如果是特朗普上台啊 我个人是不太看好这个能源行业的股票收入的啊 当然了啊 他是分成两部分啊 虽然收入降了 但是对公司可能会更好 因为特朗普是鼓励石油公司去开采石油的啊 他是反对走那种绿色环保清洁能源的 他也非常抗拒拿钱呢 去中东啊啊 去这个沙特去伊朗买石油 他更希望的是呢 美国石油公司啊 在当地美国本土去开采石油 那么这样的话会产生大量的利润和就业啊 甚至降低整个社会的运营成本和生产成本 那么这个指数或者是这个行业啊 ETF包含的呢 像这个最大的啊 这个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啊 就是你shel那些啊 平时你在马路上能看得到的啊 埃克斯美孚啊 这些你都能看到 那么整个从勘探生产 包括电量器啊 还有这个钻井评估啊 以及呢 炼油和营销 加工程成品油啊 汽油柴油 航空燃油啊 等等 那么最后到加油站的销售啊 这些都是这个XLEETF里面所包含的 那么整体的平均年化来讲的话 是10%多一点点啊 我们看到这10.99 这是大盘 但是呢 XLE的回报呢 会更加多一点啊 但是呢 也是会波动会大一点 那么在长期来看的话 五年的时间呢 大盘是回报68% 而XLE呢 是回报71.93% 整体来讲 会回报更多一点 像有的年份啊 XLE在三年期 因为前段时间有这个战争啊 那么争动不稳定的情况下呢 它的涨幅呢 高达132% 在三年的时间里面 而大盘呢 那三年涨了33% 所以说整体来讲 石油呢 行业还是比较看 能源的发展 还有这个社会生产 材料的变化 以及需求 那么现在呢 因为我们基础设施里面的出行 衣食住行里面的出行 很多程度上 都开始用电车了 所以说石油未来的价格呢 会降低 但是呢 对美国能源来讲 如果大家想要配置一些 能源 包括天然气和石油公司 那么这个指数是可以参考的 但是呢 不建议大家直接去买 个别的石油公司 或者是石油 本身的这个价格 就是美国石油 或者英国石油 期货 或者现货 不太建议 因为未来政策发生转变之后 特朗普如果是大量鼓励 开采 那么供求关系会迅速发生变化 对这一类公司可能是利好 因为他们产量增加了 成本降低了 也可能美国又出口到其他国家 但是呢 对于全球的石油价格来讲 是一个利空 因为进入的玩家更多了 而美国本土又鼓励了 美国的技术又比较成熟 成本又更低 因为它是页岩有嘛 所以整体石油价格的 可能会回落 但是对美国本土的公司 可能是一个利好 这个呢 就是XLE的这个板块 能源板块 它的价格 ETF的股价走势 基本上我们也看到了 只有在出现均微机 或者说重大调整之后 我们去买入它赚的钱 才会比较多 那么在通常时候呢 它都是维持一个震荡 上下幅度 大概是在10% 15%左右 这也是比较稳妥的 不会说出现个股 一些小股票那种 动辄上涨几倍 下跌几倍 就70% 80%都跌没了 它不太会 因为能源呢 在任何时间阶段 可能最近用的电多了 然后石油少了 但它依旧是国家战略资源 它的数量是有限的 大家记得 对于数量有限的消耗品 相关的战略资源呢 各个国家都会储备很多的 所以说 它在价格跌下来之后呢 不用担心 总会有人出售的 那么下一个ETF是XLF金融公司 主要是银行 美国大银行 像摩根大通 美国银行 富国银行 还有这个巴维特的母公司 这个波克希尔 哈萨维 现在股价都很贵了 那我们这么贵的股价买不起怎么办 大家可以买ETF 你像高盛啊 摩根斯丹利啊 这比较聪明的一些美国投行 包括美国运通 有的时候呢 我们去买一家银行的股票 像大家买CBA的股票 那CBA有的时候 它今年的业绩不好 对吧 它可能它的战略出现了失误 或者被罚垮了 那它的股价可能直接跌百分之十几二十 但如果你买银行的ETF来讲 风险就会大幅度降低 并且呢 里面包含商业银行 然后金融消费类的 像美国运通 American Express 信用卡公司都很稳 很稳 一年收你百分之二十 甚至更高利息 还有开卡费 月费年费 但是呢 你说 风险有什么 在哪里呢 我觉得风险很低 因为信用卡 你不管的话 你顶多就是损失个 一千五千 一万美金 对吧 因为你借的钱多的人 用信用卡额度高的人 他的这个除了这些额外刷卡的 专门有这个行业的这些人 大部分的人还是会 比较注意自己的信用体系 所以说 你消费力 消费能力越强的人 用信用卡之后呢 你就利息回报 周转周期啊 会更快 像别的行业 你卖一件东西 可能需要半年 一年的时间周期 但是呢 美国运通的这种信用卡 他的周转周期呢 可能就是三十天 四十天 他的资金就使用了一遍 啊 所以使用的这种频率非常高啊 效率非常高 把资金完全转了起来 美国运通的都是非常好的公司 并且呢 不太受经济周期的影响 啊 我们看到整体上来讲 他的变化呢 价格走势啊 或者说是涨跌幅呢 基本上约等于 啊 指数啊 跟指数是接近的 我们看五年期呢 指数涨了百分之六十八 银行股涨了百分之六 啊 但是银行股的好处呢 就是在于 它可能分红会比较稳定一些 那么ETF来讲 呃 很多ETF呢 是分红比例是比较高的 所以对于大家来讲的话 银行股呢 也是 在长期来讲 它会向指数趋起 一旦当某一天 啊 银行股的股价 这个ETF XLF 它的价格呢 跌了百分之二十 而大盘只跌了百分之十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买入的机会 因为呢 最终啊 平均回报率跟大盘是一样的 但是呢 我们看它最大的回落啊 就是大盘跌百分之三十七 它跌百分之四十三 大盘跌百分之二十 它跌百分之二十六 对吧 大盘跌百分之十 它跌百分之十六 所以呢 你会发现 你有百分之六的利润空间 是比较稳定的 就是当大盘爆跌的时候呢 银行股它的ETF 跌幅会比大盘多百分之六 那你那个时候去买进去 那么其实呢 你就是赚了这个百分之六 十六减十啊 如果你实在是不太知道 什么时候是最低点 那么就可以啊 在做空啊 在经济不好 或者说你觉得要出现金融危机的时候呢 做空大盘啊 买涨银行股 或者不是反过来 先做空银行股买涨大盘 然后呢 当他们出现了百分之六的差值的时候 我们再反过来 再买入这个ETF 然后呢 再把大盘平掉 所以说 这些方法呢 就是大家只要找到规律 就可以去研究一些策略 银行月的股价呢 大家看到了 这个ETF的股价相对比较平稳 从31涨到38啊 这是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 那么最左边呢 是去年的五月份啊 也是半年的时间 从30涨了百分之30 30涨到39 百分之30的涨出 那么除了银行股比较稳健之外呢 还有一个相对 我觉得比较看好 就跟第一个通信行业领域是一样的 非常不错的防守类板块 那么健康医疗在长期来看的话啊 如果出现疫情这种情况 那当然了 股价会一路冲高 但是在是在防守领域了 像强生 辉瑞啊 包括联合健康集团 那这些大巨头 他都会在医药行业始终是保持龙头地位的 那么任何人在生病的时候 他都有吃药看病的需求 所以呢这个ETF呢 大家可以关注XLV啊 那他的走势呢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我觉得这个还是值得大家关注的XLV 现在价格呢是140块钱 那么在去年 他的价格并没有大幅度上涨啊 那么在过去呢 也是维持了这样的震荡行情啊 所以说啊 对我们如果是做周期波段的投资者来讲 是非常有利的一件事情 他的下方呢 就是124 然后上方呢 就是在140左右 如果有人想做空 现在就是做空可以考虑 那如果你觉得不喜欢做空这件事情 或者觉得心里不是很有底 不太熟悉 那么就等到120左右的时候买进去 为什么医药行业 它不会一路上涨呢 首先医药行业 它是一个成熟行业 对吧 一直都有这个行业 另外它又属于是一个防守板块 什么样的板块会价格大幅度上涨啊 是科技创新类的啊 纳斯达克那些像啊 英伟达呀 像啊 我们看到的这些啊 一些人工智能概念的一些股票 芯片领域的股票 他们是会有大幅度三边上涨 但是医药行业是不会的 因为医药行领域里面 他的一个突破口 只要不是在人类寿命上面去做突破 其他的都不会产生根本性的变革和社会生产力的改变 所以说呢 他就会是一个比较稳定的震荡的走势 对于做波段的人是非常友好的 对吧 但是你像特斯拉这种公司 他一旦研发成功啊 并且落地生产商业化 然后呢 不停的去在中国卖 在美国卖 在澳洲卖 在欧洲 甚至非洲卖 那你随着市场的增长 你是不停的在赚更多的钱扩张的 但是医药行业 你任何国家都是有这个感冒药的啊 你A的感冒药快贵了 你可以用替换品用B的 所以说对整个医药行业来讲 他是相对比较平稳的 稳健的一个行业 所以说大家是可以关注他 然后呢 做波段 当价格 ETF的价格跌了啊 就可以买进 那么从长期来看的话 他依旧是比较平稳的 因为是非常成熟的一个行业了 整体并不适合我们长期买入持有 我们看年化回报的医药行业 是15% 在五年的周期里面 而大盘呢 已经是涨到了103% 所以说大盘翻了三倍 五年 可能一年涨15% 20% 对吧 但是呢 医药行业三年啊 五年啊 这个ETF又回到初始点了 所以不太适合啊 长期持有 但是公司都是好公司 左边呢 就是公司强生啊 辉瑞 莫克啊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公司 然后呢 就是工业领域类的啊 这个呢 我就不太推荐了 因为呢 重工业啊 他只有特朗普上台之后啊 是有可能继续发展的 像这个 呃 搞基建啊 搞军工啊 那么在正常的情况下 经济如果是萎缩的状态 那么 他的这个 价格 就很难有大幅度的提高 那么现在的价格呢 是112 啊 我们其实看到 他在 这个21年的时候啊 价格是106 那么到现在也就是113 那反而下跌的时候呢 他是下跌到了80 啊 也并没有涨幅太高 对不对 比21年的时候 也就涨了10 啊 所以说他的这个持有 我并不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标的啊 只是说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包括波音呢 都有啊 反而我觉得 如果是大家感兴趣做工业类投资的话 要去找更细分的领域 而不要去看ETF 比方说你要做这个军事类的 那你去找一些呃 做战斗机啊 做航母的这些上市公司 如果你想对物流感兴趣啊 那你找美国的这个UPS 这个公司直接去买他的股票 或者说你对这个航空感兴趣啊 你觉得疫情开放了 大家又可以起飞了啊 又可以去旅游 跨国旅游 那你就直接去买波音的这个股票 对吧 那这个我给大家看到的就是这个UPS啊 美国的物流公司啊 那当大家恢复了疫情恢复之后 不再电商网购的数量那么多了啊 或者说是大家可以出门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的物流呢 价格呢 就会慢慢降下来 就跟当年疫情的时候呢 电商股价一路高涨 电商结束了电商股票 而且疫情结束地商股票就开始回落 是一个道理啊 所以说大家如果是 对工业产品感兴趣的话啊 我的建议是直接买工业产品的股票 包括于波音 波音呢 现在是200一至一啊 你看最近涨得很厉害 然后价格呢 价格呢 也是前段时间从啊 180涨到了260 那么这段时间呢 又降下来 所以说他的 如果你熟悉这家公司 或者熟悉他这个行业细分领域 你去做研究会赚很多钱 但是做ETF的话 基本上又没有什么太大的波动 并且长期持有 也没有什么太大利润空间 不是很好的投资 然后这个ETF是农业产品类的 叫DBA 农业产品呢 长期看啊 是一个非常好的 投资行业 那么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讲 准入空间 非常门槛非常高 就是说一般人投不进去啊 你买农业用地的话 你要买很多的农业设备 还要找分销渠道 你还要懂这个种植养植的一些技能 但是呢 对于金融产品领域来讲 你看这个日线啊 它的走势呢 还是非常有交易规律的 就是说它上行通道 一浪两浪三浪四浪五浪六浪 它是一个上升通道 并且呢 是有浪有起有福的 在长期来讲的话 它的价格呢 肯定是要往上走的 那么不管说是通胀也好 还是说 现在做农业的人越来越少了 那么第一产业的话 它是讲民生吧 人活着的基础就是粮食 所以说这个行业还是一个永远的朝阳行业 但是大家怎么赚钱呢 就是做波段 震荡上小 只做多 逢低做多 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它是不直接参与期货市场的交易 所以更加的稳健 就我们不需要直接参与这个期货市场交易 因为期货市场的话 如果比方说这段时间突然哪又增产了 突然哪又自然灾害了 我们是很难第一时间知道的 那么对于ETF来讲的话 它可以规避很多风险 你看右边它有咖啡期货 有可可期货 甚至还有牛肉期货 玉米大豆 糖 瘦肉猪 这些都有 所以说如果比方说出现瘦肉猪的这个疫情了 那我们还有这么多其他的组合 那么对于这个产品来讲 它跟工业属性就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说农业产品来讲 我们如果是投一家个股公司 包括中国之前有投张子道这家公司的股票 结果他做水产养殖 他说他的水产养殖的里面的海产品 在某一天全跑掉了 他那个网络了 说都跑掉了 损失了几个亿 那这种时候就属于天灾 或者甚至可能理解为人祸 我们如果是投的ETF 就不会说因为一家公司动手脚 或者说是受到了资源灾害 导致我们的整个资金发生严重亏损 所以说农业产品做ETF的投资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我们再看这个QQQ的这个公司 它都是由科技公司组成的 包括半导体硬件软件 那我们这个也是可以值得看一下 因为我们都知道 未来的行业呢 赚钱最多的肯定就是来自于人工智能 或者虚拟现实技术的 包括脑机接口 它都是虚拟现实技术里面的一种 那你想都不用想 对吧 那这个你肯定是赚钱的 现在我们也看到 从去年的这个1月份 2023年1月份是260 涨到了现在的410 涨幅也非常可观 马上就要接近一倍了 长期看的话 依旧是比较看好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这个ETF的体量啊非常大 比方说谷歌 谷歌研发了影响技术对吧 那谷歌也是这个ETF里面的一只股票 或者是Meta Trader Meta这个平台公司 包括这个苹果公司 微软公司 它的比例都非常的客观啊 也非常的中肯 因为达占4.5%对吧 微软苹果占的这个最大 然后是亚马逊啊 包括好市多啊 高手都有 那么整体来讲 它的这个ETF呢 也是我比较建议的 就是因为它的包括了 主要是科技 剩下的呢 像媒体零售电子商务公司也有 对吧 不管是物流行业里面 还是我们全球贸易 那么都涉及到这个ETF里面 那么在电信领域和生物科技里面 它也有涉及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认为比较完美的一个ETF 如果我是股票的基因经理 我也会这么选择 所以说我挑不出来任何的毛病啊 对于它的这个ETF的配置 对于说大家如果是比较懒的话 那么除了指数以外 还想做一些超额回报 又不是那么勤快 那就买这个是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然后呢是这个PHO啊 它是做一些水相关的 那这个公司呢 说实话 或者说它这个ETF啊 整个行业我不太了解 但我知道啊 水呢 未来会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呃 在洗手间 澳大利亚洗手间 我就经常会看到澳大利亚人用水啊 是大手大脚啊 他经常会有提示说 澳洲人一个人啊一年会用多少吨的水 那么我们再回过头看一下啊 日本啊 再看一下这个新加坡 他们的水是很贵的 新加坡的水大家知道吧 都是从马海下运过去的 那么水比石油还贵 对于中东国家来讲 更是这样水比石油贵 所以说呢 你看这个ETF呢 现在是59啊 它是稳定的上涨 基本上 除非是出现了一些水质上的问题 包括日本啊 或者说是排污啊 或者说是啊 这个啊 重度污染的水需要几年净化 那么它里面的公司呢 也有很多物水处理的一些啊 公共事业类的公司 所以说大家如果有一颗环保心的话 或者是对自己的子孙后代的 饮水问题有担忧 我觉得这个ETF呢 是可以持有的啊 也是长期为我们的健康和安全着想 然后这个呢 是TLT啊 TLT是美国债券 很多人觉得美国债券的收益会比较稳定啊 那我们觉得大家想要配置啊 也可以配置一些 但是整体来讲的话 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呃 很简单的投资啊 它需要有专业的投资能力 对于啊 TLT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知道国债收益率和国债价格呢 它是啊 反向了 所以呢 当我们看到这个加息周期的时候呢 我们做空它是最好的 那么做空啊 TLT我们会获得2.8%的年化利息 那么在这种时候时间下呢 我们其实是赚了两份钱 我们把TLT啊 下跌了钱赚到 同时我们还能赚赚到这个利息的钱 那么另外呢 它又是在一个高息的环境里面啊 收益率是比较高 就是国债收益率啊 或者利息收益啊 这些产品比较高的时候呢 它的价值会出现这样的走势 这是比较确定的一件事情 同时呢 我们又赚了一个做空的利息的钱 那么这个呢 在加息周期里面做空它 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啊 这个就是TLT 当然了在减息或者说降息周期呢 它就不是一个好产品了 因为你买涨需要付费用 并且呢 它上涨的幅度 在长期看的话 降息周期里面 还有很多的资产标题 会比它更有优势 所以说呢 TLT呢 是当下一次加息周期来的时候 因为可能10年15年之后再来 我们就知道 我们买这个产品做空它 就会赚两份钱 也非常的安全 另外呢 下一个就是这个IBB啊 IBB呢 是生物研发 它呢 可能会比啊 我们之前看到的 要更加的新一点 也就是说 它是偏向于生物药科技类的 而不是药品质药类的 啊 之前那个默克呀 啊 那些都是这个质药类的 但是科技类的啊 生物科技类的话 大家会发现 它的价格 其实 风险更高 波动更大 你看之前是107 108 那么最低呢 是跌了 跌到100 所以说 你要是对于 生物科技类比较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研究 但是呢 说实话 这右边的公司啊 我没有懂几家的 所以我是不太会投 因为不懂 生物研发类的行业呢 其实门槛是比较高的 这个 EEM 是新兴公司啊 就是投 新兴国家的 比方说 印度啊 越南啊 投这些 新兴经济体 那么在 加息周期里面 这些新兴经济体的表现都不佳 但是呢 在降息周期 或者说是经济友好的时候呢 去买这些公司的 ETF 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这里我们不多讲 因为新兴上 中国也算吧 所以大家跟 看着跟港股的走势 差不太多 IRY的话 可以等于IYR 这个呢 是美国地产 很多人他喜欢投地产类的股票嘛 但是我个人觉得 他没有RESJ的更好一些 所以说在澳大利亚呢 我们投地产类的产品是很多的 啊 这个是美国的地产股票走势 啊 比澳洲 我觉得要差一些 因为澳洲地产呢 比美国要稳定 并且呢 投资的选择性更多 SLB呢 是化学材料类领域的 啊 这个呢 就是带着大家大概都了解一下 XLB 材料类了 那么这个呢 我也不是特别看好啊 啊 那么理解起来也很容易 因为整个啊 第二产业 其实都不太乐观啊 所以说未来的增长点呢 还是在第三产业上面啊 这个大家也非常理解 然后呢 零售行业啊 这个我就不看了 叫XRT啊 因为有更好的替代品啊 零售行业 之前也说到了 这个呢 是运输行业 大家可以看一下 FPN 运输行业里面呢 还是比较稳定的啊 因为人嘛 他不管是到哪里买什么东西啊 你总是要啊 要么坐车 要么开车 要么是网上下单 然后别人给你送到家 对不对 那你这种情况下 你看他的股 这个ETF走势 还是比较稳健的 也是有这种大波段出现的 那么当波段的底部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考虑去买入 那么当然了 因为特朗普未来可能要打贸易战 如果他上台的话 大家就不太考虑了 因为跨国贸易的运输啊 可能就会停滞很多啊 包括在航天航运 铁路卡车运输啊 这是美国运输业啊 那么在XLK啊 这个是啊 半导体 想做这个XLK 半导体相关的投资啊 那这个是可以考虑的啊 股价也是非常恐怖啊 是ETF翻了一倍 从100涨到了200啊 这个是不得了的啊 XLK半导体硬件软件 互联网通信领域啊 所以这个呢 大家也是可以考虑的 比方说我现在觉得啊 因为打涨了太高了 翻了三倍 翻了五倍 我觉得有风险啊 那其实买这个会更稳妥一些 因为我也不知道哪家公司会在未来的 新的 不管是半导体 AIG中 胜出啊 但是我投ETF 里面总会有胜出的那一家公司的 啊 这个也是可以考虑的 然后呢 天然气合约 大家知道一下就行了 因为我们是有天然气现货的啊 现货我认为期货都比这个ETF要更灵活啊 所以我就不太说了 SMA 这个呢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因为这些领域呢 都是啊 像半导体啊 AI啊 这些我们都不太熟啊 因为90%的投资者呢 都真的不太懂啊 这个前面这个腰斩啊 大家不用去考虑啊 因为很多时候呢 是这个比方说配股啊 或者说什么情况 导致的啊 那么看后面呢 就行了 基本上也是涨了百分之七八十了 不过呢 半导体啊 芯片制造啊 这个还是有突破空间的 只是说利润率可能没有以前那么高 我个人更多的倾向于呢 跟人工智能啊 跟一些啊 服务性的第三产业的这些行业去合作 去找这类的ETF 会比单独纯硬件的半导体 纯半导体芯片呢 要好一些 它的想象空间可能更大 然后呢 就是这个 ARK啊 是基因组 基因和生命科学 还像刚刚那个ETF是一样的 啊 它其实呢 啊 只有当产生变革的时候 比方说电动车 电动车新能源车在特斯拉出现之前 它是没有什么市场的 但是呢 特斯拉成功了之后 它才有市场 那么对于这一类公司来讲 是一样的啊 这个是个新上的ETF 新的 你会发现 哎 当它这个领域啊 生命科学领域 没有出现一个让全人类都能啊 去承载的一个 比方说生命延长啊 啊 或者是变得更聪明啊 记忆力更好啊 没出现这样的一家公司之前啊 它是很难涨上去的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比特币的基金啊 大家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买啊 但我个人是更喜欢啊 就像那个OO基金一样 我更喜欢直接去买石油 我不喜欢去把钱交给这些领域的投资者 因为他们也是买比特币对吧 他们也是去买石油 那还不是我自己卖 只有当我们不知道哪一家上任公司更好 在我们看好这家这个行业的时候 我们才会去买ETF 那么ETF的交易费用呢 跟股票的交易费用在购买的时候是一样的啊 所以说大家啊 像没买美国的啊 就更有优势一些 更便宜啊 也非常的灵活 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大家如果是呃 对我们的信息啊 感兴趣的话也非常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YouTube视频 我们现在是YouTube 然后呢 分成两部分啊 还有一个叫是AsiaGoMarks啊 华语的呢 都是在AsiaGoMarks的YouTube里面啊 所以说大家就去啊 找到订阅啊 我们的这个YouTube 那么再次感谢大家 祝大家啊 还是多赚钱啊 风险低一点 钱多赚一点 谢谢大家